我希望再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的意见 刚才你们也在听小王和佟丽华 周老师和佟丽华 夏老师和佟丽华 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分歧 分歧点 不是大家对设这样的罪名有歧义 而是说这方普遍认为 这样的罪名也不解决问题 因此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不再讨论同意不同意这个罪名 而是请大家举牌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同意佟丽华的举赞同牌 不同意佟丽华的举反对牌 请举牌 我们现在还是有反对的 还是有反对的声音 来我们找一位柔弱的女生请起立 我听一下你反对佟丽华的理由 是学法律的吗 是 请尽量不用法言法语 佟丽华 他可能是一位接触的一些农民工兄弟比较多 所以他可能站在他的立场上 非常对这件事非常的气愤 然后情绪可能会非常的偏重于农民工 这一方面 但是呢我认为 在这个社会的两极中 咱们单纯的去激化他们的矛盾 强调他们的对立 这是不可能解决这个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好 先不要作假 我想请这一方刚才举赞同牌的哪位同学示意我一下 谁举了赞同牌 同意同力华的举了赞同牌 来这位女生请起立 和对面的女生来进行一下简单的PK对峙 我就想说一下就是说现在无可否认我们社会是那个风气是非常非常风尚的 但是在这个农民工这个问题上这个冲突确实是非常激烈的 就是说以前说的那种观点乱世用重点 就是农民工问题它不仅仅就是一个关系到一个个体的问题 它是一个群体一个大利益的问题 那刚才这位女生的观点是如果用了刑罚可能反而会激化两个群体的矛盾 你觉得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很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觉得就得用刑罚来重刑治他们 只有把它提高到一个刑罚的保障点 把它作为保障农民工问题的最后一个屏障的时候 才对某些人有那种威慑力 才对他们形成那种制裁力 我想举个例子 就是说您刚才说乱世用重点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咱们刑罚有故意杀人罪 那么故意杀人罪 它完全地杜绝了杀人这种现象吗 你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法条的设置都必须完全杜绝这个社会现象 才体现它的作用是吗 我的意思是说 设这么一个罪名根本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现象 是不能从根本上 但是确实提高到了一个其他的高度 而且它还可能增加社会的负担 诉讼的负担 增加一诉讼的负担 但是它换来是一个更大的利益群体的保护 这两个利益相合